独自打拼的疲惫深夜 有一种声音 守候着你 陌生城市的茫茫人海 有一种温暖 陪伴着你 无法诉说的情缆困扰 我们 为你疗伤之余 每个迷茫无措的夜晚 我们在这里 也为星辰 也为你 我是陈一 我是陈墨 每周四和周日晚 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 欢迎点击订阅 生活很苦 我们要填 这里是陈一的心灵诊疗室 嗨好久不见 我是陈一 最近天气变凉了不少 办公室好多小伙伴都感冒了 耳机前的你 一定要及时添加衣服 注意暴暖 还有多喝热水 那 现在我来喂糖果 给你吃 好不好 我要开始了 今晚的第一位叫江美丽的听众 在后台留言说 成衣你好 前几天国庆放假 我回家后听同学说 看到男朋友 在和别的女生在一起看电影 记得之前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都说未来非对方不可的 可就在纪念年初 他告诉我说 他的父母逼婚了 让他去相亲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我们在一起不到两年 很多事情还需要磨合 而且刚刚毕业 一切还没稳定下来 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 该怎么结婚 他说可以和父母在沟通 我也一直在等他沟通的结果 后来他告诉我 那个女生是他爸爸朋友的女儿 所以不能不给面子 听到这个我很生气 我还应该等他吗 傻姑娘 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等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一手周懂的 算什么男人 送给他 不管你男朋友是把你当备胎 还是单纯不懂怎么爱一个人 对你来说 他都不会是一个好伴侣 一来态度不够坚定 问题的关键就在他身上 如果他不愿意 谁也不能强迫他 他的说辞不过是 被你发现后的补救措施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如果不是你自己发现的话 他还会主动告诉你吗 从恋影方面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出轨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建议你别等他了 他这种没担当 没责任感的男人 很难指望 他会对感情负责 专一是感情里的必要条件 也是不能打破的底线 一个人说爱你 却让你焦躁不安 无需在他身上 浪费太多的时间 要记得 你如果不是他的唯一 就会变成他的执意 好的 我们接着来听第二位 叫番茄控的听众说 老师你好 我男朋友长得也算好看 可我长相一般 身材也不是很苗条 虽然我们在一起感情很好 但我偶尔也会自卑 因为我俩的相处模式 一直不算很亲密 我之前觉得 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 比较内向 放不开 并没有怎么在意 可是到现在 我们交往都快要三年了 连一次关系都没有发生过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看到了他前任的照片 简直就是女神的存在 长得好看 身材很好 我就问他 是不是嫌弃我身材不好 他也很坚决地说 不是 那又到底是为什么呢 姑娘 通过你说的话 能感觉到你是一个 有点自卑的女生 尤其是有了一个 相对不错的男朋友之后 这种情绪会更加影响你 我知道对方初恋的事情 无疑对你也是一种压力 所以你潜意识里会 产生他不碰我 就是嫌弃我 就是不爱我 或者他还是比较爱初恋的想法 喜欢一个人 应该是一个灵魂 对另一个灵魂的态度 而不是一个身体 对另一个身体的反应 要记住 性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 爱不爱你的唯一标准 恋爱是为了彼此变得更好 而不是因为对方优秀 导致自己患得患失 我建议你 与其患得患失 不如做出改变 如果嫌自己胖 就努力减肥 就算不为了男友 也为了自己能够抬头挺胸的走路 另外你们可以好好谈谈 了解一下彼此的想法 不要一个人胡乱猜疑 这样必然会消耗你们彼此的感情 我们接着来听今晚 最后这位叫冰岛豆腐的听众留言说 成一你好 我想说说我男朋友 他占有欲太强了 自从和他在一起以后 我去哪里都要和他汇报 一找不到人就开始微信位置共享 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问我在哪 还有我朋友说话作证 搞得我很尴尬 如果我有事没给他说 他就会电话轰炸 还要给我的朋友挨个打过去 所以后来我也不怎么出去玩了 更受不了的是 他对我回复消息的时间也有限制 超过一分钟就暴走 打语音 视频不能不接 就算我有事 三五秒也要接起来 我真的累了 我想问问这样的占有欲正常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凡事讲究适度 一旦跨过这个度 事情就会变得畸形 爱情中的占有欲是正常现象 这也是他喜欢你的表现 但根据你所说的 他太过偏执 控制欲也有些过头了 即便是情侣 也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而在你们的这段感情里 你自己失去所有的自主权 你的一举一动都要随时汇报 他完全不考虑你的感受 这已经是监视了 怎么可能是正常的 我也见过情理中 有一方是促亡 但是像你男朋友这样的 却有些过了 我建议你不要一味的忍受 可以先和他说清楚 自己目前的处境和感受 因为有些事情你不说出来 对方是不会察觉的 如果他知道了以后 还是不能体谅你 你大可不必接受他的那些无理要求 再不行就换下一个 也要摆脱这种控制 希望你的沟通有效 如果无效 你也不能让自己受委屈 无论在什么样的相处模式下 都不能丢了自己 恋爱是为了身心愉悦 不是为了高筑牢笼 禁锢自己 我也希望耳机前的每一个你 都能找到相处舒服的爱情 好了 今晚的最后 为你讲一个天天的睡前故事 听完要乖乖睡觉 流浪小猫和流浪狗 在同一个小区里生活 流浪小猫有一身漂亮的毛色 又会卖乖 很招人疼爱 流浪狗汉后老师 总是闷头翻垃圾桶 为自己找食物 而流浪小猫 作为小区里唯一的流浪猫 从来不缺人 投喂小鱼干 它总会偷偷藏上一个 带到流浪狗的面前 依然得意地向它炫耀说 嘿 春狗尝尝这个 比你从垃圾里翻出来的 馊菜好吃多了 每当这时 流浪狗都会抬起头看看它 继续默不作声地 看着自己的碎骨头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可惜好景不长 小区里又多了一只流浪猫 那只猫比它更漂亮 更会讨人喜欢 本来只属于小猫的小鱼干 现在剩下不到 平时的十分之一 于是流浪小猫变得郁郁寡欢 终日愁眉苦脸 流浪狗走到流浪小猫身边 问它 怎么了 小猫吸了吸鼻子问 我是不是不可爱了 流浪狗说 没有啊 你很可爱啊 小猫通红着双眼 回它说 你骗我 我这么可爱 为什么你从来不吃我的小鱼干 流浪狗转身跑了出去 小猫留在原地 抹着眼泪 泪眼泼嗖中 看见流浪狗又跑了回来 流浪狗气喘吁吁地将嘴里叼着的袋子放到了小猫面前 委屈地说 我 我是舍不得吃你送我的都在这儿了 一共二十三条 我每天晚上都会数一遍的 小猫看着小鱼干红着脸说 可是新兰的猫比我漂亮 流浪狗凑上浅去 揉了揉它的头说 可是 我只喜欢你啊 本集完整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城一 城市路程的城 一是一二三四的一 在后台回复诊疗 把你的疑惑留下来 每期我们都会对大家的留言 进行诊疗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 陈一讯的 我们 答应我 无论如何 都要好好成长 实实在在的爱 总会在往前跑的途中 遇到的 生活安孔 我们要天 我是陈一 陈一的心灵诊疗室 每晚一盒汤 万一入眠 晚安 好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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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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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怀疑世界时 你给过我答案 我感觉到幸福 是看见你幸福 曾经亲手把时间编慢 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